HELLO,大家好,我是Hindy 不知道看了一段時間的觀眾 記不記得我介紹過TS6的產品呢? 口袋是這樣的,有沒有印象它們是什麼產品? 不記得或沒看過都不要緊 因為今天我覺得現在的天氣非常適合去用 所以就打算再介紹一次 兩年前我是剛剛認識這個品牌 兩年後的今天我是真實用家 這兩年來我是自己不停地回購這些產品 所以可以和大家說說我的真實用後感 TS6是一個台灣品牌,產品都是台灣製造的 然後香港在屈臣市就可以買到 他們專門為女性設計一些私密保養品 然後有個專利技術叫TS2L 經過新鮮牛奶發酵碎取活性成分 這樣就可以平衡我們私密處的細菌生態 減少陰道炎、尿道炎的復發 大家有沒有用開這類型女性私密保養品呢? 小時候我沒有這個習慣的 為什麼要為了一個部位再買一堆產品呢? 但是自從有一次唸豬裙之後 兩年前我在影片都分享過的 生不如死 真的全天都很辛苦 又癢又不舒服 之後又有很多分泌物 到半夜三點鐘終於忍不住 衝了上急症室 是女生都會明白的 這些問題很想找女醫生 但是急症室沒得選擇 只有男醫生 她們也有問你 看還是不看 那一刻我真的沒有理智什麼都不管了 照看 你要怎樣看就怎樣看 我只想馬上指出那個不舒服 所以在這兩年來 我一直在用TS6的產品 完全沒有再復發過 我是非常感恩 人生不想再有多一次唸豬裙 所以我一直都繼續吃這個 supplement 絲密優菌絲 它的成份含有四種梅果 包括巴西梅、萬月梅、洛神花和葡萄籽 可以預防臉豬菌、陰道鹽、尿道葉 亦可以減少復發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萬月梅 或者有喝萬月梅汁去預防C柱的問題 其實裡面的花青素對於絲密柱和避尿系統都有益 加上裡面有益生菌 所以兩者加起來就可以做到這個功效 裡面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專利技術 可以令到益生菌和梅果精華不會被長度吸收 它的成份就可以直達絲密部位發揮作用 這兩年我真的沒有試過有任何的尿道鹽、陰道鹽 也沒有復發過臉豬菌 不過作用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為什麼這兩年我都會繼續吃呢 就是它好吃 你吃下去它好像小朋友的維他命C 兩年前我也是這樣說的 現在依然覺得它很好吃 很願意每一天去吃 它是甜甜的 但是沒有糖那麼甜 然後咬下去是沒有藥味的 你喜歡用水這樣吞也可以 直接去咬來吃也可以 媽媽是很難得肯吃一個製品 因為它連小小的膠囊 多小的都不喜歡吞 那些維他命D那些是很真的 但是這個我們兩年來一起去吃 它也是很願意 媽媽也喜歡吃糖果類的 所以如果你是怕要吞藥丸 或者怕膠囊怕藥味的話 這個真的不需要害怕 然後就到這個TS6的靜微止痕噴霧 這個是生理期的時候 我一定會隨身攜帶 因為它可以避免到一些尷尬的場面 曾經試過有一次 旁邊有個女生朋友 然後我是感覺到 和聞到它應該在period 我是很害怕 究竟自己period的時候 如果穿裙或天氣特別滿熱的時候 會不會就真的有些陌生人 或者朋友在旁邊 是聞到這件事 所以這個除了可以做到抗菌之外 它是會有香味的 噴一噴是很疑人很舒服 不會說很濃烈 好像香水那麼厲害 是清新的香味 而且我現在很多時候用一些生理褲 然後我會在穿之前噴一噴 它是很快吸收的 乾爽的 不會濕的 就可以做到抗菌的作用 而且很香噴噴 這個不是靜止噴在一些身體褲 或者是衛生巾上面 你可以直接噴在你的絲襪部位 角度這樣噴不可以 所以它可以調轉來噴 看到嗎 我連續噴呢 它是可以這樣的形式 不是我打凍草後才噴一下 它是非常方便非常好 小小支放進袋子 去完廁所 然後在外面覺得自己 好像出汗了 或者是不覺得黏黏黏的時 就可以噴一噴它 說回官方資料 它是經過認證對於 所以如果大家夏天去游泳 或者是浸浴 或者浸浴 或者浸溫泉 這些活動之前都可以噴一噴 這樣就可以防止絲襪部位感染了 而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它不貴 88元一支 雖然不是很大支 大支都很難帶出去 總之你又不是日噴夜噴狂噴 有需要時先噴一兩下的話 這支是可以用很久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Cleanse & Mousse 這個我要坦白承認 中間我又用它 亦有用其他不同品牌的絲襪洗護產品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泡泡真的很綿密 不會很稀疏那種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好像奶油的狀態 不是那些很疏孔 用得非常密 然後是很滑的 然後呢 看見都很輕很輕 它是有香味的 曾經有段時間我用了另一隻 完全沒有味道之後 用完我就回到它身邊了 因為我自己習慣 由頭髮去到shower gel 總之洗完澡之後 是所有東西都香噴噴的 這個就個人喜好了 然後另一樣東西就是它是 藥酸PH值 因為絲襪部位的PH值 還有我們皮膚也有少許不同 所以跟平日的沐浴露 就會有一個分別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比較溫柔一點 去呵護絲襪部位的肌膚 而成份方面呢 除了有它們專利成份 TSEL 牛奶益生菌 可以平衡PH值之外 還有茶樹精油 可以做到長期抗菌 還有勞回碎取物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保濕的效果 因為不可以說只有清潔 如果你太過清潔 很容易會乾 乾就會有癢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做到溫和 有保濕 然後PH值都會適合 這個我也是覺得不錯的 最後還有這支粉嫩淡色精華 我先放兩年前的畫面出來 當時第一次用這個精華 一隻手連續兩個禮拜塗它 然後另一隻手完全不塗 分別都很大 所以之後我就繼續用了 現在比較難去做這個TEST 因為我的關節位暗沉問題 已經沒有那麼嚴重 淋夏天前我都會塗翼下位置 不想去穿背心的時候 一舉手暗了一塊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可以令黑色素暗沉 然後堆積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不要想著 兩天後我要穿泳衣 等我這兩天努力去塗 不是神奇的 它不是一些發酷的成分 沒有水沒有緣 如果有一些那麼厲害 一塗完立即白色的話 你也要害怕 所以我覺得它也算是溫和地 幫我們慢慢淡化這些黑色素 它是由天然植物碎取精華製成的 用得都很安心 亦沒有任何敏感的問題發生過 在我身上 這個我自己都一直用 這四樣的產品都是我由第一次合作 去到現在 中間自己不停回購的 所以很開心可以再跟大家介紹 亦可以更加深入講講這兩年的用後感 你知道了 你如果試過唸豬菌 尿導鹽真的很辛苦 生不如死 所以為什麼要去預防呢 就是因為 還是不要提了 所有TS6的產品都可以在屈神市買到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這類型的問題 都希望可以幫到你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的就相同 逢是日的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今天要緊張的 在北面 我們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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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芋頭 外片 我們下條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